6月2号 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了 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 专家表示 此次白皮书非常及时坦诚地 阐明了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 也客观向世界阐述了中美经贸磋商的来龙去脉 澄清事实 意义重大 专家认为 中美经贸磋商牵动世界目光 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的发布 及时澄清事实 向国内和国际社会表示 在谈判过程中发生的波折 责任完全在美方 白皮书从中美经贸磋商的影响 美方在磋商过程中的几次 出而反而 中方对待磋商的原则立场等角度 回顾了中美经贸磋商的一些基本情况 也明确指出了 中美经贸磋商严重受挫 责任完全在美国政府 三次出而反而 和整个的来龙去脉 在白皮书写得非常清楚 有事实 有数据 是吧 有分歧 那么这样的话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还是世界人 他们一看他们知道 中国人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所以我非常地点赞 我说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白皮书 专家表示白皮书非常清晰地 阐明了中方立场和决心 表明了我们的要求和底线 一个是我们要取消这些加征的关税 第二个就是我们愿意去更多的购买 采购美国的商品 但是这个数量 这个金额是要符合市场规律的 不能超出合理的要求 合理的水平 第三个就是我们这个协议必须是平等的 我觉得这三个基本原则的划定 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我们给他们划清这个底线 是让他们不要抱着这种不切实际的希望 白皮书特别重申 一个国家的主权和尊严 是必须得到尊重的 那么这个原则是非常地重要 我们在一些涉及到主权和尊严 以及重大的原则问题上 我们是不会让步的 美国现在采取的一系列的 这个单变主义和极限施压的这些挑战 也都阻挡不住中国前进的步伐 专家表示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美方采取的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 不得人心 面对各种风险和挑战 中国有信心迎难而上 化威为机 开拓一片新天地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